外資超底AI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居心樸測喔! 10萬訂閱,謝謝你們,未來一起努力吧!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謙涵,今天歡迎胡振宏,胡老師 謙涵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呢,AI股是在前兩天的大跌之後 出現了一些反彈,不過感覺有點虎頭蛇尾 而且我發現外資這時候居然在超底這些AI股 老師你到底怎麼觀察這些股票呢? 好,這其實外資買AI股不見得是看好它 因為有很多的外資它有發行ETF 對,那這個發行ETF 因為如果你收到了投資人的錢,對不對? 那你剛好你這個ETF跟這個AI有關係 那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硬著頭皮去買股票 那當然呢,他買也不是說天天要買 他一定會蹭什麼?跌到一個比較便宜的地方 有支撐的地方他去買一下 所以他不會買很多啦 大概就是買幾千張 我可以跟你講,AI股 外資一天沒有買兩三萬張 扛不動的啦 你看那幾千張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地方只能看什麼? 跌身的反彈 跌身的反彈就是說 很多人在這地方殺下去之後 短線的一些籌碼被清出來了 可是呢,上面還有一堆籌碼還是沒有 所以他就可以趁這個地方來怎麼樣?開始做反彈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該怎麼看 對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技嘉 我們今天會針對比較弱勢的這個AI股 跌的比較深,可能大家手上比較多的來看一下 好,我們就先來看這個技嘉 那技嘉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他的那個盤頭早就破線 破線之後呢,他沒有回撤 那沒有回撤就代表有機會回撤 那回撤就代表漲嘛 這就是反彈嘛 好,那反彈回去之後 你就要記起來了 290到310塊這個地方 這個賣壓會不會非常的沉重 那如果有談到這個地方 閉著眼睛先賣再說 那如果是沒談到這個地方怎麼辦呢? 欸,投資朋友我就跟你講一個秘訣 就是說如果一般來講一個弱勢的反彈 今天他談了之後的低點 不應該在隔天被跌破 那你就用這種方式移動式的一個停損 就是說每一天的低點都不能夠在隔天被跌破 假設被跌破的話 那就有可能反彈結束 所以說今天低點252 明天就不能跌破 對對對 沒錯,前行家一聽就懂了 那我相信投資朋友應該也聽得懂 那可是每天都在變 這樣聽得懂嗎? 明天一開盤收盤 是不是又有一個低點 沒錯 對,那又是隔天又要再去守 就是這個禮拜三的低點 禮拜四要去守 禮拜四的低點 禮拜五要去守 只要有那麼一天不守 加拍水很有可能弱勢反彈 就結束了 因為畢竟AI股 我說真的 太多人在等幾套了 尤其昨天震撼教育 穩創跌破百元的時候 氣流嚇到要怎麼 要剩下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投資朋友到底該怎麼去操作 我覺得小心為上 你搶這種反彈真的風險蠻大 所以你自己停損要設定好 好,那再來廣達 廣達也是一樣 廣達在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他如果反彈上去之後 他目前比較麻煩的就是 他還沒有盤頭完成 還在盤頭 還在盤 還沒真正的盤頭完成 可是這個上面有一段也是一樣 我剛剛畫出那兩條線 是一個什麼 他的短套的賣壓 非常沉重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在242到252 這個地方你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可是廣達 因為就是他還沒盤頭 所以他反彈的會比較弱 所以你看今天的廣達 尾盤的時候就幾乎打到什麼 差點翻黑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其實本來就是這樣 跌比較深的一定會彈比較高 對不對 跌不深的一定會彈不動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跌的不夠深 是不是代表 你距離上面的套牢的賣壓 非常的接近 那因此就怎麼樣 彈不動 那你跌的比較深 是不是代表什麼 上面套的那個有沒有 比較多的地方離得很遠 所以你輕輕撥一下 就很容易彈上來 這就是原道理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真的要去搶這個AI股的反彈 你千萬要記得 你寧可這時候反過來 怎麼做 找那個最弱勢的 才會彈的越高 是 不是找那個比較強不會跌的 因為那個比較強不會跌的 代表怎麼樣 會補跌 想你了解嗎 了解 這是反過來做的 好 墜落就這個了 對 偽創 對 偽創 大家怎麼 還沒叫我就是一機 因為那時候 昨天破百的時候 全市場都在討論這個事情 破百該怎麼辦 沒有怎麼辦 他要反彈 我就跟你講 這個市場就是這樣子 當你們在期待 反彈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連彈都不會彈 當你們絕望了 破百完蛋了 這AI股怎麼樣 語趣不回頭了 從此怎麼樣 夕陽西下 不好意思 他的小太陽就跑出來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目前為止 如果是說這個偽創 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有機會反彈到110到115的話 你要記得 要記得跑 當然所有的AI股的操作 因為他們都是弱勢股 你在操作上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而且一定要顏色停損點 好 我們今天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是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就要趕快加入老師的Lighter跟Tele管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至根本 再到實地擇房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